首相顿马哈迪重新就任首相之后 第一次出访就来到了日本 他昨晚和两百多名旅居当地的大马人 共进晚餐时说 很多人都在关注新政府什么时候会逮捕纳吉 他解释新政府必须要收集到各种有利的证据 才能将纳吉控上法庭 尽管他透露 纳吉可能面对司法制裁 但敦马也强调新政府不会滥用权力来对付政敌 他还说现阶段纳吉可以松一口气 只是政府必须限制他们出境 以免有更多人逃走消失 现在很多人都逃避 甚至加密码都逃避 敦马还强调我国奉行民主经济 因此政府不能滥权 新政府将分散权力 让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 确保没有任何人能凌驾法律 NTT7综合不到 其中一中一刃 优优独播剧场 明镜 最后一刀 事吗 明镜 明镜 明镜